1月26日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男单青少年四分之一决赛 结束了一场焦点之战 在这场较量中 年仅17岁的中国选手 周易不负众望 以7比5分之5比6分之7 比4战胜本届奥网头号种子 菲尔德巴乌斯奇 强势机身四强 让整个世界网谈眼前一亮 据了解 周易与本届奥网成年族 打进第二轮的伤菌成同岁 但比小伤小一个月 因此周易目前还不到18周岁 周易拥有令人艳羡的身体条件 他身高1米93 皮肤有黑 基本功扎实 尤其发球相当出色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这位烫着蘑菇云爆炸头的小将 给人的感觉更像是黑人 有球迷调侃他是大阪直美的弟弟 其实他是地道的中国人 周易来自北京 注册广西队 自小练习羽毛球 曾计划走职业羽毛球道路 随着周易在10岁开始接触网球 渐渐将网球定为发展的方向 目前他的青少年排名达到22位 2022年 他在ITF青少年巡回赛中 拿到6个冠军 在本次澳网青少年男单比赛中 作为11号种子出战 此前他连续击败了贝瑞尼和达姆内 第三轮面对 善于打出制身分的威廉姆斯 周易用更多的正反手 制身分予以回击 在连续破发后 周易最终两盘战身对手 首次闯入奥网八强 在八进四淘汰头号种子后 周易半决赛的对手 是三号种子布劳克斯 新赛季周易计划参加更多成人赛事 力争跟随张之珍 吴亦炳 商俊成的脚步杀入ATP前200甚至前100 由于周易的身体硬件与张之珍相仿 而年龄又很小 未来的发展空间极大 加持他的外形很有国际范儿 在中国体育界堪称特立独行的存在 假如能保持良好的上身势头 不排除未来打进世界前十的可能 一旦他创造了这样的伟业 其商业价值将不可估量 虔诚似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